大公会议 到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 所谓的大公会议叫做Council Vatican Council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是二十世纪天主教最重要的会议 那么在这以前的大公会议 我们认为是官服众教会 就是耶稣基督整个独一 而圣而攻的身体的那个教会 而梵蒂冈的两次的会议 不能称为大公会议 只能称为罗马天主教的大公会议 不是耶稣基督普世教会的大公会议 因为天主教的会议里面 没有归正运动归正神秀的人在里面 而当我们看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会议里面 也没有天主教的人在里面 所以这样呢 自从1033年以后 到了1519年 1517年以后 你看见两次重要的分裂 也就是东正教离开原来的基督教 到了马丁路的改教的时候 被开除出去 那么这种规则运动或者改教运动 有厉害的天主教 我们看见世界已经没有大公性的教会 没有普世大公会议 可以代表所有的教派 现在天主教的会议是天主教的会议 而新派的教会议 全世界普世基督教教的会议 是普世基督教教教会的会议 虽然这里面他们很盼望 有一天东正教会跑进来 天主教也跑进来 才叫做世界大合一 至少这些新派的人 所讲的合一 是比台北这些领恩派 所讲的合一 更有范围的 因为领恩派所讲的合一 根本就是指 这些新福音的人 跟他们合一 叫做合一 这些是你们立开你的教会 记得领恩派里面合一的那种合一 而普世基督教教教会所讲的合一 它是在联合上 盼望天主教 东正教 基督教 与领恩派 都合在一起 那个合一 那这种合一的范围 当然就比天主教所讲的 比普世协会所讲的 是更大更大的 但从圣经的原则来看 这些合一都不是合一 因为真正的合一 只有在上帝的真道里面合一 阿们 那才是真的 而这样的天主教 在解释上帝真道的事情上 有许多措辞跟漏洞 就没有办法 而领恩派更多的漏洞 又没有办法合一的 所以这个合一的事情 就留意行舍 而不是在精神 同本质 因为隧道的合一